好 来 进入到你的职场情商课 公司举办足球比赛 领导也参加了 你会给领导让球吗 其实这个题 它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如果说在私下的话 可能就是 不会 也没有必要去让球 就是私下去交流 就是体育交流 然后如果是公司举办足球比赛的话 我想我会去给领导让球 因为在公司里头 一个领导 它也是有一定的威严的 刚才其实志文回答得不错 因为他分那个场合了 就是他回答了说 一种是可能是公司的政治场合 一种是私人的场合 但还有可能就是说 你看得更多一点 就是你要看一看这个领导 他的需求是什么样的 就是他是想你 想要有表现的 还是他就想你要权力地以赴的 所以还得看他的需求是什么样的 我还想得太多了 因为实际上公司足球比赛 足球比赛是多人运动 不是说你跟领导一对一的 就算分组分队的话 你都有团队意识 而且团队这个板块 其实你大家只是在举办足球比赛 而反倒这种情况 还希望你是真实的表现 实际上没有那么黑暗 其实不用怕 不用让领导 其实这也不是黑暗 我感觉活跃一下气氛 这种未尝不可 你考虑的多一点 这样考虑也没啥 没有 我倒是觉得 志文 如果我来做的话 看这么多老板 足球比赛这件事情 比赛就是要有足球比赛的精神 我如果能赢 那我就要去赢 来表达你自己 而不是说 为了讨好老板 我们上市了足球比赛 这件事情的体育精神 其实我觉得 你唯一要注意的是什么 不要让领导受伤 对吧 你们在要受伤的 那个环节 稍微克制一点 其他的 你就正常的比赛 每一个企业家 都有不同的性格 每一个企业 都有不同的企业文化 每个人 也只代表自己 不过很开心的是 你帮助我们12位企业家的员工 问出来了 他们的老板 是什么样的人 对吧 有的公司以后 公司内部的比赛 员工就知道该怎么搞了 来吧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 刘登的各位企业家 根据罗志文的表现 来做选择 祝贺你进入到 谈前妇商感情